我们都知道章鱼是一种无脊椎动物 它们的身体虽然看起来很庞大 但是却非常的柔软 就算是非常狭窄的范围 它们也能够顺利的通过 正是因为有着这样的特性 章鱼有时候也会成为电影题材中的大怪兽 这一天有网友做了一个实验 他想要看看 如果把章鱼关进一个瓶子里面 他会以什么样的方式逃生 下面就和萌萌一起来看看吧 这个瓶子已经拧上了盖子 形成了一个密不透风的密闭空间 但是没有想到章鱼竟然在15秒内的时间 就轻松地逃了出来 依靠着腿上强有力的吸盘 从里面也能够顺利地把盖子拧开 视频前的你 如果存在房式时间短 勃起无力 硬度不够 中途疲软 阴晶短小 虚汗 阴囊潮湿 甚需引起的腰酸背痛等男性问题 可添加中医老师微信 8783400 中药秘方调理 对症下药 记住中医老师问诊微信 8783400 海内外患者朋友 皆可免费咨询 又逃了出来 依靠的就是自己非常柔软 并且可以变换各种形状的身体 这样的反应速度和套生本领 真的是让人们感到吃惊 大家对于章鱼的这种本领 有什么看法吗 感谢观看本期视频 想要更多好的视频 请关注我们 下期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